你们知道吗 其实谢老板还有第二个隐藏身份 就是丐帮帮主 之所以隐姓埋名了这么多年 其实是因为帮丐帮寻找一个丢失的宝贝 这个宝贝至关重要 寻找多年的无果 如今终于被发现 老谢让超市买东西 看着价格单卡卡往上涨 多少占点行通 超市小妹看着这桶子纳闷的 旁边老谢杠子 这东西是治便秘的 小妹眼皮都没聊一下 随后大广样掏出一罗的朝日优惠卷 难过你看 这优惠卷的过期八十年了 你怎么互动瘾的妈 你小妹的邪子帮他蹦了 还不蹦呢就留的 眼巴巴的在那等着人找钱 正要往出走 一下看见小矮眠 在外面跟个鸡婿似的 捡个东西就摘花兜里了 老谢跟小矮眠这不捡钱了吗 正在那儿邪子呢 小老妹儿嗷嗷嗷嗷嗓子 你哪后面的人了 老谢晚上开车回家还响呢 在车上边风言风语的 就一直在那儿纠结一块钱的事 愤愤不平啊 人人都长俩找鸭子 偏让他小矮眠就能捡钱 这一晚上 鞋子一块钱都鞋子疯了 看啥长得都像妈的 仰天长笑要得到那一块钱 第二天小矮眠上班 老谢在门口跟门神似的 撕个牙上杆的跟他打招呼唠嗑 竟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小矮眠一点没领回 大庞眠到底啥意思 直接走向漫物地 刚进屋中躲门后 老庞眠吓一跳 跟小矮眠开门见山 比起宝最成功的人 还伸手抄别人借钱 只要传上去都笑掉大牙 老谢张嘴叫借一块钱 小矮眠特别爽快的打应了 自己都是翻面了 也没找出一块钱 给老谢急的 拿起小矮眠 头朝下就那么领的他 把脑袋人都摔出来了 小矮眠有自己的想法 长腿就撩我 跟个大虫子似的 小矮眠在大房间的屁股 后面就嘟一样 可笑你眼神了 我脑袋上一放 自己就往里端 过了饭点 小矮眠咱那块脱地 就去外面吻吻的 又是吵死人不偿命的装修队 小矮眠穿着老张一块去看看 雅然除夕一看都呆住了 大皇爷又做啥谣呢 化身包公头子 盖起了自己的电影院 正好他俩赶上开幕仪式了 老谢牛皮催得是小当当 各大电影随便看 门票只要一块钱 大家伙一看有热闹 全围过来 赵英哥此时发起质问 真没有电影可以看吗 坐地就给问住了 闹半天是他给人讲 这帮玩意听完全跑了 只有小矮眠想看 老谢就吵得要一块钱 一听没有 开小车就把电影院推了 晚上海门店的回店里 正准备下班 一进屋是跟老张打门的 跟个花老抱子似的 说是年终活动 但小矮眠就入了主座 往前一看 老谢在台上穿板针的 直接给小矮眠来了拨洗脑 接着就往屏幕上面 放国际影片 你们相信吗 老谢因为一块钱 换上失心风 这病来的也太不值钱了 头影子上换了十块的 五块的 就是没有一块的 老谢就想让小矮眠 捐一块钱给他 小矮眠也哭穷 说没有 晚上大房间 开了小船 带着家务事 来到了小矮眠家楼下 这一年 等会是钱难认死难吃 这位老谢为了一块钱 夜访小矮眠家 打算搞点事情 那小船里 盯着波罗屋就不安好心呢 看小矮眠出门了 他后脚就拿个金属 外屋翻满 屋房屋头子 小矮眠也真是屋能到家了 连人家宠物都不放过 把手是捏壳个里就开头 这一关小矮眠回来了 看见老谢在那盘子 一家蜗牛 上前就给一顿质问 老谢终于对小矮眠坦白了 之所以这两天这么左腰 就是因为他之前 在大道上捡了一块钱 小矮眠嘎嘎笑 他哪捡过钱呢 之前捡的 是一件搅剩盈的口香糖 捡回来是给小窝玩的 此时的老谢 真是干了个大尬 原来是个乌龙 就回家了 老谢刚早 小矮眠把那玩意给小窝 压根被看上个玩意 唾唾唾的撩了 哪想想再玩洗水 捡起来看 这哪是一块钱 这不五百元吗 小矮眠一两杯 把这钱当回事 扔一边随药去了 最后就看老谢 还在那挖一块钱呢 钱有坐金苏大祥 金有扣逼谢阿金呢 接俩送客 观影走好